大理区的屠城里三百多年前是一片沼泽地 也是梅花路的七席地 经过不断的开垦 现在景况当然是大不如前 不过最近竟然又出现了路群踪迹 原来是社区找来的修平跟明道中学的师生 在社区围墙加以彩绘 不只有平面的梅花路 最近还运用了防火防水的环保素材 制作了将近十只的立体路 经过易交泥 让这些个路能够呈现在墙面上 有几何线条造型 也有写石封 还有卡通造型的图案 相当多变息经 学生拿着画柄 在社区围墙上图图摸摸 他们是来自乌日明道中学的学生 这天发动校外服务 大家来到大理图层社区来进行围墙彩绘 明道中学的美术科的同学 他们的师生来帮我们做立体的彩绘 把我们这个路 路回流这个计划 继续的延伸下去 墙面彩绘部分是由明道中学 学生负责 然后画完以后 我们会再增设 由修平这边 科技大学的电机器学生 在初次尝试LED 晚上发亮 社区表示 当地在早期成是梅花路的气息地 经过不断的开垦 现在已经看不到路群的踪距 而之前就曾发动彩绘活动 将梅花路画在墙上 呈现这段典故 这次则是制作了多支立体路 有几何线条造型 也有写石封 还有卡通造型图案 造型相当多变 我们的这个彩绘的风格 非常的多样 那么有包括 比如说蒙德里安的造型 有所谓用线条的这个造型 那也有很像卡通的 比较写石的造型 都可以知道路港的水路 以前的积散地 是在屠城社区 那由屠城社区的路呢 基本上就运送到路港 然后出海 那在地的祈祷 就说明了这个故事 所以墙面呢 我们就用水路 来做造景的意象 学生陆续将这些 涂抹液胶泥的立体路 贴在墙面上 虽然得忍受日赛 但人是相当开心 不过因为要将原本 平面的设计图 加以立体化 也让大家伤透脑筋 这次就很累啊 很热啊 很大 啊只是画画 画这么大面积的 还蛮 还蛮 就是第一次觉得 还蛮新鲜的 跟稿子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史上画的跟这个画的 就是感觉很不一样 就是跟原稿子完整度吧 其实还是没差 社区结合学校 彩绘及制作立体路 重现了当地早期的历史故事 缤纷的墙面 也让这里成为社区新亮点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